欢迎来到可乐诸书传说系列 六说我 只是一场梦 你相信MC只是史蒂夫做的一场梦吗 而你其实是被困在梦中的 这可能是你从未听说过的 一种我的世界的理论 当你击败了梦影龙之后 游戏将墨地与某种奇怪的梦境联系了起来 最直观的 就是当你从传送门回到主世界的时候 你会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同时 无论你在墨地几天不睡觉 游戏里都不会产生幻异 可假如你在主世界里熬夜 很快就会出现宿管 带给你一毛半的睡眠 当你进入墨地之后 你会发现这里不能睡觉 也没有太阳月亮的光 但你依然看得十分清楚 这些不合理都指向整个墨地 可能只是史蒂夫的一场梦 如果要打破这一理论 那就必须要借助一些实物 比如墨地中最普遍存在的墨地石 但是你知道吗 墨地石其实是色相相反的原始 你不相信吗 这暗示着墨地可能是和主世界相反的维度 和常说的现实与梦境相反 是一模一样的 接着你可以在凌晨三点的时候 拍MCWiki的画面 关于墨地的介绍中得知 原来墨地在notch最初设计的时候 叫做天堂 是一种梦境的世界 玩家需要通过睡觉 才能进入这个维度 可如果墨地只是一场梦 玩家又是如何通过一个墨地传送门 将物品带回主世界的呢 当这些问题加起来 并找来一些MC顶尖玩家讨论 那这是不是说明主世界其实也是一场梦境了